接著方程老師要來介紹這個題目 是說有一個線段 然後中間取一點 然後兩邊這兩段 各為一個正方形的兩邊 各為一個邊 然後這個正方形 跟另外一個正方形的μ機會 要最小的時候 那到底你這個點要取在哪裡 就是說μ的一半 公分 那麼μ上取一點五點 這個是一半 取個比一點 然後這個AP 為一個邊做一個正方形 BP為一個邊做一個正方形 那求這兩個面積最小的時候 這個AP應該很多少 大概有個像法是這樣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假設了 你AP就是X 那麼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知道BP就是 如果這塊是X的話 這塊當然就是以改件X 就是100-X 好的 這塊的面積當然是X平方 這塊的面積就是100-X的平方 所以它的面積有 所以面積有我們叫Fx 那就等於X平方 再加上100-X的平方 那把它展開一下 這個就是X平方 這個是100平方 加上X平方 再減掉2乘100 再乘100 再乘100 所以你把它圍起來的話 會有兩個X平方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會減200-X 最後再加上100的平方 好 欸 我是為什麼要餘那麼圓 因為我們要把X平方 好 那X平方的話 這個2乘200 這裡就變成100了 那 請問這裡要加多少 才會變成完全的平方 對 中間這半的平方 就是中間一半 就是50的平方 那第二個就減 可是 你是不是只有加510的平方 不是 你是加510的平方 在怎樣 乘200 所以你減X一樣 也要把這個乘200 減掉 可以嗎 好 好 那加多少就減多少 所以這個就變成 你減掉50 括號平方 最後再加上 這是1萬減掉 2連結乘200 就是5000 1萬減5000 就是5000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說 好 所以呢 當 A1 就是X 就是50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 好 好 密集合最小 好 好 好 那最小 14多少 那是5000 好 好 那這個大概這樣 是5缸公分 好 5缸公分 5缸公分 好 好 那這個 其實他沒有說 要求最小值多少 當你這個B1 在那裡 A1 5缸公分的時候 其實是剛好 是重點 剛好是重點的時候 其實你有 密集合最小值 好 大概這樣 好 好